我们刚刚呢就到访了 Laurong ADP的这个办公处 然后这里的负责人呢 就跟我们讲解了很多 关于这个社区发展计划的一些细节 目前他们在这里已经进行了好几年 那有得到很多的改善 但是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尤其像是孩子的保护 然后还有一些正确的教育 都需要好好灌输给他们 刚刚来到这个村里面其中一个家庭 我一来到的时候 真的有多少惊讶的 因为看到这里的生活环境是非常之恶劣的 甚至乎可以说住在一个森林的其中一部分里面 那就sifty又不够好啦 那在这个卫生的方面呢 有没有做到非常之好的 甚至乎爸爸呢 就是一个月里面最多都可以 只是找到15 USD 家庭的生计是有问题的 所以导致他们的生活非常之艰难 今天早上我们就跟一位小妹妹见面 她在12岁的时候呢 其实差一点被性侵 当地的这个CBO 也就是他们的社区民间组织 已经有一个系统在那边 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马上有一个对策去处理它 我非常非常的 虽然是替他觉得很心酸 但是我相信他可以更茁壮地成长 然后也希望很多的小朋友 对自己的一个权利 有更多的了解 今天呢 去到其中一个家庭 令我感受很深的呢 就是有一个家庭 爸爸就因为有病了 所以离开了 那16岁的女儿就要跟妈妈呢 一起去维持这个家计 那刚才呢 我就有试过 就是他们所拱住的那些木柴呢 是非常之重的 大概有十几斜猪左右 所以呢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是非常之辛苦的 而且他们买的价钱呢 也都相当低的 那么他们无论是多么努力呢 一个月充其量 只能可以找到 马币大概四十元左右 以四十元对你来说 又可以用多久呢 今天早上呢 我们就来到了 捞弄的其中一个CBO 也就是社区民间组织 他们呢会在家里的后面 有这个home gardening 会自己种菜 Verbition有给他们一些课程 教他们怎么样 用最天然的一个方式 去种植这些蔬果 那刚才呢 我们也有去到他们的小菜园参观 然后去摘了这些菜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 跟当地的居民一起来煮饭 虽然我们语言不通 可是他们都会尽量用一些 我懂的肢体语言 可能他要叫我去炒菜的时候 他就会 然后就叫我去炒菜 是还蛮好的一个体验 然后姐姐们都说 我炒得很好吃 我发觉呢 可能在一些很贫苦的地方 那些小朋友呢 要被逼去做工 小朋友呢 他们是绝对有玩的权力的 因为我觉得 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呢 是学到东西的 他们在一个最开心的情况下 吸收能力是最快的 那刚才跟他们玩的时候 他们玩得非常准兴 这个我觉得是小朋友的权力 所以继续给小朋友玩 以前的我可能最多只能够 透过一些画面 一些报道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但是当你真的走进他们的生活 那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 比我之前没了解Wil Vision 究竟 你经常说 我们Wil Vision要做很多的帮助 究竟是怎么样帮助呢 不只是单单给钱 就可以解决到的一个问题来的 所以Wil Vision在这一方面呢 和一些社会民间组织 父母 家庭 就是做很多的training 那当父母做得更加之好的时候呢 当然直接就会影响了小朋友 会做到更加之好 所以这个就是Wil Vision的用意 所以我非常地珍惜这一次 跟世界宣明会来到缅甸的这个机会 让我有机会可以 走入他们的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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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